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张祈腾 田兴黎首昂相助队 从民国88年成立以来 已经超过了20年 不过随着大园都市计划道路的开辟 田兴黎首昂相助队的办公室位置 遭检举阻碍视线 对此田兴黎首昂相助队期盼 桃园市政府协助寻找用地 让他们继续守护地方的治安 走进大园区田兴黎的首昂相助队 办公室内摆满了20多年来 首昂相助队维护治安的优秀成绩 不过近期田兴首昂相助队的办公室位置 却遭民众检举阻碍视线 因此也让首昂相助队的分队长直呼 真的很无奈 这块地是经过都市重化了以后 规划也变成两块地 最早提首昂相助队是88年成立 就把后柜衣服就暂时放在这个地方运作 民众说实在常常在1999 这个信箱会反映说阻挡视线 说一些难听一点 十字路口房子建起来也是阻挡视线 但是老百姓是比较伟大 他有权利来说这种话 因为这块土地上面东西是属于 货柜屋没有使用执照 我们是很无奈 也没办法的事情 天心守望相助队的所在位置 虽然属于市府用地 不过因为守望相助队的办公室 是由货柜及铁皮组成 因此也遭民众检举为鉴 对此桃园市议员徐七万通过办理会刊 藉此要为天心守望相助队寻找合适的地点 那个土地也是我们都是我们市政府 因为这一块土地跟隔壁是整个是连一起的 因为这早期在这个都市计划 滑行路透宽 所以说本来只分了两块 那一块土地面积比较大 所以说那一块土地再申请来拨用 那拨用了以后 那先暂时先给环保志工队的货柜屋 那打扫区区先暂时来堆滞来暂存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跟市政府再来讨论 如何来做兴建 来解决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的守望相助队的问题 天心守望相助队从民国88年成立以来 已有超过20年的时间 不过随着大员都市计划道路的开辟 天心守望相助队却面临搬迁的窘境 对此天心守望相助队也判桃源市政府 能协助寻找用地 并让他们继续守护地方的治安 记者网络军调报道 位在卢族区的五九桶山 因为环境优美吸引了许多民众 前来登山运动 不过先前轮头土地公庙 因为矮墙以及路面连久失修 出现了破损的情况 对此桃源市议员储春来争取经费改善 也让民众直呼环境更好了 走进卢族区的五九桶山 优美的环境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运动 不过山上的轮头土地公庙周边环境 先前因为年久失修 因此矮墙以及路面 也出现破损的情形 对此桃源市议员储春来 透过争取环境改善 也让民众直呼环境更好了 剪掉了看得比较舒服 看得很远 对老人家来讲更好 不方便的人现在不方便的人也很多 之前因为很多民众在这边休闲运动的时候 感受到这附近的路面 因为树根的隆起造成道路区区不平 还有一些这个矮墙 因为树根的隆起 造成有奔略坍塌的这样的危险 所以说我们跟路足区公所来研议 我们在这个第一期的工程 花了两百万的经费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整平 把这个地方做一些树木的修剪 路足区五九桶山上的 轮头土地公庙周边环境 在经过桃源市议员储春来的争取下 路足区公所透过赤支两百万的经费 进行环境大改造 而未来市议员储春来 也希望能在楼梯间增设栏杆与扶手 借此完善休息空间 经过这样的一个维修 我相信路面已经平整了非常多 在这边运动休闲的民众 也对这个工程战役有加 所以说这是第一期的工程 第二期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工所这边 能加强一些安全的维护 包括楼梯扶手设立 还有楼梯不平的部分 我们把它整平 还有一些相关需要植栽的部分 我们再来加强 这是我们希望说 这个轮顶土地公庙 能成为我们爬五九桶山 另外一个休息站 加位民众 目前五九桶山上的 轮头土地公庙 路面及设施修散一期工程 除了先将路面 矮墙等损坏部分 以并重新跑步修散 同时二期工程也将于 今年规划增设 它皆改善 接替扶手栏杆等西部设施 期望要提升民众登山安全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为了符合市民的需求 大发里日前召开的参与 是预算的说明会 新增了两项游乐设施 并且铺设人工草皮 提高游玩时的安全性 里长李东彪希望 将大发里导致成 一日游的好景点 小朋友开心地 冲出大发集会所 原来是因为 集会所前的空地 新增了两项游乐设施 并且铺设人工草皮 提高游玩时的安全性 此外也有设置 圆弧形座椅 公民这种休息 让大人小朋友都开心 觉得很好啊 很好玩 也可以让小孩子 有快乐的天堂 大发工人好好玩 现在又有新的游乐设施 那很多小朋友 都会很开心 可以来这里玩 大发里当年为了改善公共空间 有别以往是由专责单位去规划 特别办理参与市预算的说明会 总经费约40万元 让市民朋友能表达自己的需求 经历一段时间的施工后 总算是看到成果 我们两个月前有在这边发布一个就是说施工的过程 但目前已完成所需要的设备 小朋友也相当踊跃的到这边来游玩 能带动我们社区 我们集会所的利用价值 这是我们的需求 随着参与市预算的工程完工 里长也表示未来会积极增设微笑单车站点 同时也会邀请里民共同来绿煤化 希望将大发里打造成为一个一日游的好景点 为了让育幼院的孩童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大圆社区发展协会特别举办了 预见幸福亲子日 让孩童学习如何尊重长辈 同时长辈也透过游戏跟孩童互动 借此让老幼共同感受亲情的温暖 台上长辈卖力的进歌热舞 不仅让台下观众看得不一乐乎 同时热闹的舞蹈表演 也将亲子日活动气氛带到最高潮 大圆社区发展协会 透过举办预见幸福亲子日 期望要让长辈及孩童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大圆社区发展协会 透过今天跟怀德育儿院 一起来办理大手牵小手的一个活动 透过今天亲子日的活动 带动大手牵小手培养感情 透过主题的带动 像凤蛋糕 让小孩子懂得尊重 让小孩子知道父母缺位 有阿公阿嬷一样可以在你需求的时候 给你爱给你安全感 人生的路即使要很难走 阿公阿嬷后面一定会支持你 陪伴着你走到最后 今年大圆社区发展协会 透过与在地的育幼院合作 并安排长者与小朋友一起游戏及庆生 不仅让育幼院的孩子感受到长辈的温暖 同时孩童可爱的模样 也让关怀据点的长辈 仿佛看见自己的孙子一般 似乎非常开心 阿嬷很高兴 阿嬷是带人社区的 今天跟白德一二院小朋友在一起 像阿嬷跟孙子在一起 很好很开心 他们都很乖 也跳舞给我们看 玩得很快乐 就好像我们孙子跟阿嬷互动 而且他带给我们也非常的好 我们也把他视同我们的孙子 交换这个小孩子 大家彼此之间的情感 一年一度的亲子日活动 在大圆社区发展协会的丑办之下 不仅让长辈借由游戏感受到孩童的热情 同时育幼院的小朋友也透过奉担高给长辈 而学习到如何尊重长辈 借此让爱的循环延续下去 记者王中军团台报道 大圆大海逐围三里的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长者重温过去回忆 也为即将消失的景色留作纪念 因此向桃园市政府文化局申请补助 并在艺术家梁权威的协助下 举办即将消失的风景线成果展 带您一起来看看 夜夜奶奶们无不整齐 并手持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面具以及帽子 开心的在台上紧格热物 不仅展现他们的活力 同时也将大圆大海逐围三里合办的社区成果站 即将消失的风景线活动带到最高潮 今天举办这个消失的风景线是因为大圆区有很多里都被征收 那我们透过社区由主委社区大圆社区还有大海社区三个社区来举办这个消失的风景线 透过老人家在他记忆中他的一个印象还没有被征收之前的一些记忆 他们透过画册或者是透过雨伞透过帽子然后做一些创意 让他们在这个创意中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大圆大海逐围三里的社区发展协会为了让长者重温过去的回忆 同时也为即将消失的景色留作纪念 因此透过向桃围市政府文化局申请补助 并在艺术家梁全威的协助之下 也成功让长者透过彩绘画出自己心目中的美丽大圆 我们桃围市政府文化局每一年都有在办这个 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社区营造补助计划 那我们今年很高兴补助了在大圆的一个中国籍的艺术家梁全威梁老师 他是来自中国贵州那他已经定居大圆了 那梁老师也非常发心 他就跟大圆三个社区发展协会的发展协会理事长合作 梁老师带领这些阿公阿嬷们创作油画 创作雨伞然后伞上面彩绘等等 也就是说让这些老人家们都动起来 然后透过排练啊或是碰过一些手绘DIY 让他们的银法生活更有趣或是说更不会孤单 那其实无形中我们也会减少很多高龄化的问题 这次大圆大海逐围三里的社区发展协会 透过举办即将消失的风景县城国站 不仅要藉由各式各样的彩绘及DIY展现张哲记忆中的大圆 同时张哲也从彩绘的过程中重拾年轻活力 并且找回自信 记者网络军谈不到 桃园要迈入进步的城市 首先最重要就是要友善 我们希望桃园打造一个 不只是在捷运路网上的一个开通 以及所谓航空人计划的推动 我们希望行人走在路上能够非常的安全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持续的推动 督促市政府就人行道改善 骑楼打通计划 做更进一步的加强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